大家好 今天呢我要來帶你們做事 就是我在介紹副品片 有提到的 變色珠珠手環 我們會需要你的變色珠珠 然後裡面穿一些橡皮筋 我也只要穿一條橡皮筋就好了 那因為我已經先穿好了 穿就會有點費時間 那我們還會現在用你的勾針 還有編織器 那我珠珠的外圍呢 我要用黑色橡皮筋 好 那還會需要用到一個C勾 或是S勾 看你有什麼勾就用什麼勾吧 那我們開始做吧 先拿一條橡皮筋 這樣子擺 擺成這樣子 先一個箭頭這樣 然後呢一直 這樣子就是擺 我先擺左邊喔 很多東西都外面包一層 然後裡面再包什麼東西 這樣子很多東西你就可以自己穿做了 我之前 有很多痘痘手盤或什麼的 我都 我都是 我都也是用這樣子做的 我之前做的很多東西都是用 都是用那個做的 等我一下我剪一下橡皮筋 好 繼續 接下來呢 這邊 這樣子就彎著擺過去 這樣你整個都擺好了 你要從上面擺到下面來 或是倒過來 擺上去 都看你喔 換 接下來呢 我要換這邊了 這邊呢 我就稍微擺得快一點囉 這邊呢 一樣 這樣子 排過來 這樣子你全部弄好 全部看一次 全部好了之後呢 我就要擺中間來倒一倒囉 你不一定要按照顏色擺 這邊 最一開始真的不用擺 換 就是跳下來這一邊擺就好了 我再開始先擺紅色 都斷移到中間來 像這樣子 接下來呢 我們不用像最開始那個 那個珠珠手環一樣跳一格 我們直接這樣子 因為這個 這個珠珠 比較小顆 接下來再換下一個 如果還沒有擺好珠珠呢 你可以先按正停 然後開始擺珠珠 好 我這些橡皮筋我都會擺插著用 有一些是 什麼橡皮筋 全部都弄好之後呢 我們在這邊 拿起一條橡皮筋 然後呢 將這邊壓下去一點 這裡拿你的橡皮筋 在上面 轉一個八字型 然後轉一圈就變這樣 開始勾囉 再轉一圈一點點 好了 先勾出最後一條 放上去的 放上去的 也就是這麼的第一條 然後呢 勾到它旁邊這一針裡面 今天中間我們完全不敢 管它 因為中間沒有要勾的東西 好了 接下來呢 我勾這邊 我先勾好這一邊 再勾另一邊喔 然後呢 這邊這樣搬開來 勾過去 然後再搬開口水 你也可以用手來搬開 這樣子 然後呢 你可以拉拆下面 然後再這樣 捲出來 很多方法都行喔 那我這邊就稍微快一點點囉 有時候也會去用手來 拉它 這邊呢 就從這樣勾過去 直接勾 勾 這手環沒有那麼多難 這樣 這樣子 你一整排都擺好了 換 就換這一排囉 這一排呢 我就不舉起來囉 我就 直接勾囉 就稍微 掛一點點的勾 再這樣子 再上一排 就一排 好 再上一排 像有一個PO起來,然後其他的就會開始一直PO 好,因為我這邊如果這樣子的話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你可以把它擺回去或是不理它 好,接下來拿一條橡皮筋 這邊先穿進去 那要拿一條黑色橡皮筋 這樣子 然後加它勾進去 然後呢 不用打結 這邊不用打結 接下來就開始整個拔起來喔 或是你要用勾針子拔也可以 這樣 吸不吸很漂亮啊 好,接下來因為長度不夠 所以說我們要加上 它的長度 就像做單鏈手環一樣的做法 只是呢,我們只要做半鏈就好 因為相機呢 我讓每次相機 整錄十分鐘 最多就十分鐘 所以我最後的動作會稍微趕點 那像這兩邊 兩條橡皮筋呢 套到最後面這邊來 然後呢,勾出來 這樣一樣 然後再勾 再勾 這邊掉 我不用管它 先來拔起來 然後呢 拿一個 S勾 或是C勾 扣起來 接下來呢 把 你會看到這邊有 一個 兩個圈圈 然後呢,套在你的手上 將這一頭 扣進來 好 這樣子 然後 有時候上面那些珠珠會亂跑 所以說你可以 稍微調整一下這些珠珠 我最開始就覺得這些珠珠亂跑好煩喔 可是這會其實這些珠珠 弄起來很像寶石 很漂亮喔 因為珠珠我是去文君店買的 那呢 希望你們喜歡這些珠珠 這個珠珠 這個變色珠珠手環 我之前一直很想教你們這個手環 可是我都還沒有講 然後現在就講了 那這樣 戴起來長這樣 希望你們喜歡這款手環 記得訂閱我喔 掰掰